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呢 是Mazda 5 這個是自己好朋友的車子 它的避震器原來也有做改裝 基礎的話 譬如說前後的加大碟還有旅圈的話 還有防輕感之類的 其實原來都已經有做改裝 只是這台車的使用率很低 所以目前的話 理想數才只有6萬多 那避震器壞掉了 所以就來做泰環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前面的話 Mazda 5 我們前面是配置7公斤彈滑 後面也是配置7公斤的彈滑 那跟原來的舊系統的話 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像這裡後面的話是 這是325加大碟 這個的話KT也都有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絡 因為這個是大概 八年前吧 七八年前 我們也是幫好朋友改裝的 這是之前的話是UMAS的品牌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180長 今天預計前面的車高的話 大概是兩指幅 後面的話也是大概兩指幅左右 這是ABS線 ABS線的話 因為舊的系統 所以它的固定掉架已經不見了 所以等一下不得已 會用束線帶的方式做固定 那前面的話 這是 油管 油管固定架的話 就跟原廠的位置一樣 那前面的主尼油部分的話 我們所選用的主尼油 一樣是義大利IP整桶 進口的主尼油 油封的部分的話 是選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那這台車前面跟後面呢 KT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前面的部分 是上座 這裡看得到 這裡的話是 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話它有三顆螺絲 本來原廠的 其實它的螺絲的話 它是做母孔 所以是跟改裝之後的形式不太一樣 但是這樣的形式變成是 車主之前不論有沒有改裝 安裝KT的話呢 它能夠直上 不用再搞螺絲或螺帽 那主尼的調整MX5還蠻方便的 但是它本來的油壺位置在這裡 所以會把上座的位置擋到了 所以如果駕駛座前方的話 要調主尼的話 就可能需要把油壺稍微移動之後 才摸得到這個主尼調整器 才能夠旋轉 這個一樣是順時鐘變硬 你感覺的話變軟 KT一共有30段的主尼可以調整 這台是 06年的Mazda 5 那這台一樣是2.0 前面的話大概是 前面賣花城 獨立式賣花城的懸吊設計 原來的避験器的話呢 它的固定離載串位置比較低 所以需要換比較短的離載串 那改了KT之後 就沿用原廠離載串的規格就好了 可是因為車主本來有改裝其他品牌 所以它的離載串已經是短了 所以我們有幫它準備原廠規格的離載串 所以等一下離載串的話 也會一併換上去 那如果車友 Mazda 5的車友的話 本來的避験器是原廠的 那它的離載串的長度比較長 就直接沿用原廠就可以了 這是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車高也預計大概是降低到 兩指幅左右 那車主本來就已經有改了羊角調整器 也使用了一段時間 但是等一下在定位的時候呢 會再特別交代師傅 把定位的角度把它做好一點 因為有改羊角調整器的話 對車高降低到兩指幅 其實很有幫助 因為車高當降低下來之後 它後輪的CAMBER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趴 比較幅度多一點 所以改了羊角調整器之後呢 就能夠校正出不吃胎的角度 那後面的Hilo key 跟原來的固定方式呢 也不太一樣 現在變成固定是在上方這裡 這個是彈簧調整機構 它是固定在上方 這台車其實能夠降到蠻低的 降到剩下半指幅也沒有問題 但一般Mazda5都維持 大概兩到三指幅左右的車高 那這一台我們能夠做到最高的車高的話 如果一般版本是有辦法做到三指幅左右 如果要比三指幅更高 甚至是原廠高度的話呢 就可以交代我們一下 我們會做加長的調整機構 就能夠做到跟原廠高度一樣 但是大概兩指到三指左右的 稍微降低一個車身會比較穩定 這個是後面調整 調整車高的部分的話 是從Hilo key這裡做調整 那桶聲的部分調整呢 它是來搭配行程的 所以桶聲的話千萬不能調的太短 之前在這樣懸吊系統的直播裡面 也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桶聲它是來搭配彈簧的行程 所以當桶聲調的太短的時候呢 它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這台車最主要的安裝 一樣是在這個細節 所以後面的桶聲的長短呢 是取缺於這台車安裝上 好不好做最重要的核心 那後防塵套的話 我們是全罩式的防塵套 它能夠把軸心呢 最主要是要保護住這一支軸心 所以當保護住軸心之後呢 它的桶心就比較不會受傷 它的壽命就會增長一些 那我們也有附上座 這是後面 Mazda 5 Mazana Focus的上座 都是這樣的形式 不用再拆內裝 直接從這兩顆羅馬把它卸下來 它的上座就能夠拆下來了 那Mazda 5的 跟Mazda 5的車種 是孫生車種 它的後上方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第三排位置 後車窗第三排這裡呢 它有一個置杯架 把置杯架打開之後呢 就能夠看到避震器的上部機構了 所以從裡面的話呢 把置杯架打開 就能夠調整阻尼 還蠻方便的 不用再拆內裝 車主也有做了那個排氣管的改裝 還有後下結構感 這是後下結構感 還有這是那個加速的防晴感 這個是當時很久之前幫車友改裝的 但是我都忘記這個品牌是什麼品牌 因為現在如果是Hotless的話 應該都是做藍色的 Summit的話就是做橘色的 這台是193 7公斤 Mazda 5 專用的規格 乘坐起來的舒適度跟操控感 是都還不錯 這個還有看得到那個Hotless的 這很久之前 所以它是做黑色的 那建議 如果改了仰角調整器的話 這一支束腳呢 其實也可以一併改裝 像這裡有一顆 那個偏心螺絲的話 這個是在調整束腳 在調整頭音的角度 可是偏心螺絲它畢竟呢 能夠調整的區間範圍是不多的 所以如果能夠用可調式的話呢 束腳調整器的話 它的可調區間範圍就能夠更大 RKT也有做類似 這系列的產品 但仰角調整器我們就沒有做 仰角調整器的話 像Hotless還有Summit的話 這些台灣的廠商都有做這些的零件 那這個是原來車主使用一段時間的 其他品牌的改裝避電器 有一次已經漏油了 所以今天就選擇把它做太換 那以前的規格的話呢 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就需要搭配比較短的離載串 但是搭配短的離載串 其實我們有一些車種呢 非不得已的時候也需要附離載串 但是當離載串的長度變短之後 它一樣是在方向盤轉向時候的角度呢 它的角度就會變大 所以相對來說 改了比較短的離載串的壽命 通常就會比原廠還要短一些 那但是有時候狀況是 不太允許用原廠離載串的時候 才會選擇退合球棋師做比較短的離載串 那如果能夠沿用原廠 大部分都還是會沿用原廠的規格 這台還要改了圍翼 大小圍翼都有 OK那以上是今天的電線安裝的直播 這台車是06年的Mazda 5 前幾天的話 有有有車友幫車友是換KYB的系統 如果一般車友的話 要做基礎升級的話 還有或者是說原廠電線壞掉的話 其實也很多都是換KYB 那這台車比較特殊的話 那一天幫車友換的前面有KYB的黑桶 但後面的話KYB這台車沒有做黑桶 是用銀桶來替代 那簡單來說 只是算是原廠稍微升級 或者是太幻的一個零件 嚴格上來說的話 黑桶並不算是改裝品 那如果是藍桶的話 它的阻尼紙就稍微有加強 OK以上是今天的 Mazda 5的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呢 或者是對改裝這部車有任何問題的話 很歡迎跟我們的後台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這邊已經裝好了 右前方已經裝好了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 ven未來 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加個案 再見 Next we will go 我們下次見 感谢观看